整個組織不同動員 所以今天晚上就持續的不斷走廊下去 一定要把他立即有效的牙齒下來 絕不容許任何的歹徒在我們新北市校長 雖然你已經抓到了 但是也要持續追查有沒有幕後 甚至有沒有其他的犯罪集團 我們對這種不法犯罪集團 絕對不能求軟前面牙齒 所以你自己要輕視要帶對整個掃檔 絕對不允許也不寬戴這種事在發生 那侯市長和警察同仁全力掃檔黑道幫派的同時 很遺憾的民進黨又在捏造假訊息 影片是市長在講電話的過程中 幕僚臨時拿起手機記錄 試問如果真的要擺拍 為何不是符合媒體規格的橫式記錄 況且電話中也有傳來 警察局長回覆說 了解市的聲音 為何有些人士還要無中生有 說電話沒有打通 連這種事情都能抹黑造謠 既不符合邏輯也毫無常識 習性不改 一再使出拙劣的手法 呼籲有些人士不要再浪費社會資源 停止無意義的政治操作 請問一下